沙特宣布加入中国主导的结算体系 美国最害怕的局面出现了 大家好 布林肯·沙利文频繁访问沙特 有什么用呢 据外媒报道 被美元石油体系吸血的沙特 已经做出了自己重要的决定 要加入中国央行数字货币跨境实验项目 这个叫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的项目 究竟是什么样的体系呢 又怎么运行呢 我们不是专业人士 很难简单解释得通 但它的目的却非常简单 让中国和沙特之间的石油贸易 可以不再用美元进行结算了 也就是说 即加入军装国家合作机制之后 沙特和中国的合作程度再度加深了 甚至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将摆脱美元进行石油贸易结算 20世纪70年代 美国和沙特曾大声协议 沙特的对外石油贸易 要用美元来结算 由此美元石油体系便成型了 奠定了美元在国际货币中的霸主地位 迄今为止 所有挑战这一体系的国家 几乎都遭到了美军的打击 从当年的萨达姆政权 到现如今的俄罗斯政府 美国在这件事上 那是没有任何商量余地的 谁敢动就打谁 但是凡事总是有例外的 突破美元石油体系这件事的例外呢 就是中国 自欧冲突开始啊 中国就开始和俄罗斯推动人民币结算石油贸易 据俄罗斯方面的消息啊 中国能源贸易基本实现了本币结算 甚至俄罗斯和很多国家进行石油贸易的时候啊 也要求用人民币来结算 现在呢 中国和沙特的石油贸易也要摆脱美元结算了 美国他敢动中国吗 当然不敢了 虽然从体量上来讲 中国和沙特之间的结算 还不足以动摇美元石油体系的根基 但这件事的意义在于 中国和沙特联手 试探性的在石油美元体系上 开了一个口子 这个口子一旦开了 那就很难再赌上了 一旦中东各国的石油贸易都能摆脱美元 那美元石油体系就要大地震了 全球石油贸易也要变天了 这是美国最害怕的事情 但是好戏还在后头呢 我们这个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项目的目标 可不仅仅是石油贸易 而是要实现各国之间所有贸易的数字货币结算 尽量减少货币汇率 以及货币的政治性对贸易的影响 目前呢 全世界哪个货币会靠汇率来吸血全世界呢 全世界哪个货币充斥着政治性呢 当然是它美元了 全世界苦美元久矣啊 现在不是说说的 沙特这件事一旦开了头 那美国他一定会想办法要赌的 而赌不住 美元霸权的死期就不远了 有句话说的好啊 不明则已 一鸣惊人 中国要么不动手 动手就是一招致命性的 美国它能挡住几招呢 我们就拭目以待吧 好 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感谢收看 下期再聊